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翠西问答 那今天还是一样回答大家4个问题 那设计的品牌有LV、Solian和爱马仕 如果你对奢侈品相关话题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每周都有视频更新 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这位朋友 他想让我们一起聊一下LV的Lockme系列 那我也把这个系列的几款 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放在右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图片里面我都选择了黑色的款式 但其实它还有别的不同的颜色 我之所以都选了黑色 是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整齐 那Lockme系列之所以叫Lockme 其实是因为它的包扣 它是一个logo的设计 那再加上一个旋转式的包扣 其实是有一点点像Chanel的CC Turn Lock 那在小皮具上受限于它的尺寸 它就把锁扣去掉了 仅仅保留了这个logo的设计 那Lockme系列呢算是LV的一个中高档系列 全部都使用的一个立面牛皮价位 在2000到3000多之间 相比于另一个像Twist系列 和同样是全牛皮的这个Cap C系列 我觉得价格方面要亲民很多 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系列的 我们看右边的图 它的这个包型都是比较经典 比方说像水桶包啊 翻盖款啊 Top Handle的啊 还有托特呀 所有的这个包型啊都是比较实用 而且呢它的包身又是线条比较的简约 也没有过多累赘的装饰啊 纯色的全皮包身搭配金色或者银色的五金啊 简约大气 品牌很突出但也没有太过的招摇 应用场景呢很广泛 可搭配度也很高 个人觉得入哪一款都不太容易出错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来自这位朋友啊 他想让我们一起聊一下 Celine的这个Clutch on Strap 以及呢就是老花和纯色版本如何选择 那么这一只包呢 我也把它的信息放在右边的表格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啊 那其实呢这一只包我曾经在一期 毫无创业大牌新款炒冷饭里面 略略的吐槽过它啊 觉得它长得非常像LV的一款 Petlock on Strap 大家可以对立一下两个图啊 基本上呢都是一个小的一个Clutch 然后呢有一长一短两根肩带 然后还有一个锁扣啊 作为一个装饰 然后呢也是有这个老花的元素啊 就整个感觉是挺像的啊 但撇开它像不像这个LV这只包 不说啊 咱们就光看这个Celine的这一只Clutch on Strap 这一只包呢 我觉得有一说一啊 它在同类型的这种小的包里面算是比较优秀的 那我觉得这只包功能上呢 其实蛮像一个腋下包的 那就不得不让我想到同品牌里面的Ala 其实这两只包呢 功能上其实蛮像的 效果呢可能略略的有一些不同啊 那这只Clutch on Strap因为它上面有一个金闪闪的锁扣嘛 所以呢 整体会更加的显眼一些啊 Ala呢 尤其是这个老花款的Ala的话 看上去会更加的低调或者沉闷一点 那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腋下包了啊 那这一只Clutch on Strap呢 就是功能上来讲 我觉得有一点点是重复购买的意思啊 因为它比较遗憾啊 长短两根肩带呢 都是不能拆卸的 那么即便是这根长肩带呢 背在身上的效果呢 也是一个单肩包的样子 比较像是一个腋下包啊 它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斜跨的长度 那么关于材质方面的选择呢 我觉得皮质版本呢 会更显质感一点 老花版本呢 会更有品牌调性 那就我的观察来看啊 这只包推出了一段时间了啊 它似乎没有成为像A1那样的爆款 所以呢 皮质版本呢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会低调一些啊 老花版本呢 就品牌识别度更高一点 那这就按照自己个人的需求去买了 我个人会比较偏好这只包的全皮版本啊 因为我觉得它的元素会少一点 仅仅是一个纯色的皮 加上什么五金 那这种更少的元素呢 反而能更好的突出它的这个五金的一个精致程度 下一个问题呢 来自这位朋友啊 他想让我们聊一下小邮差和法棍啊 都是来自LV 那我自己解读一下啊 它的小邮差呢 应该说的是Persumatis East and West 然后法棍呢 应该就是Diane这只包啊 那我同样把这两只包的信息呢 放在右边的这个表格里面啊 大家可以去看 那这两只包呢 其实涨得还蛮像的啊 所以呢拿来对比呢也非常的有意义啊 那首先呢就是价格方面啊 价格其实差蛮多的啊 差价在25%的样子啊 Diane呢要更加有优势一点 那尺寸方面呢 反而便宜一点的Diane还要更大一些啊 这两只包呢 也都是配了一长一短的两根肩带 那么这边的区别呢 就是Diane的这两根肩带呢 都是不能调节的啊 而小邮差呢 它的这根长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那另外这根金链子呢 就不能调节 除此之外呢 小邮差还有一个可以提供手提的一个手柄啊 那包身残制呢 都是以涂层防部为主啊 配以一些直柔格为服 那么关于这两只包的整体风格呢 我觉得撇开Diane的那根宽肩带啊 Diane给我的感觉呢 更优雅一点啊 小邮差呢 就更加的时髦帅气一点啊 尤其是它有一根金链子啊 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接头感一点 那我自己呢 是会更喜欢Diane一点啊 那几个原因啊 第一呢 就是我觉得这两只包 就是功能上啊 是比较接近的啊 它们长得也蛮像的 那我当然是价格优先啊 毕竟啊 Diane的价格要比小邮差 更有吸引力多了啊 它要便宜 刚才我们说了 便宜将近25%啊 那第二呢 就是我个人的审美啊 更倾向于Diane的设计啊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包扣啊 就让我想到了这个 LV Tivoli的PM啊 就是我手边的这只包 大家可以看上面这一部分的设计 跟这个Diane的这个包扣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觉得就这个设计啊 给我感觉它是优雅 有女人味 但又不会很腻啊 我觉得像有一些女性意味太重的包啊 不仅会让人觉得腻啊 而且在这个使用上啊 搭配上啊 都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而这种非常轻微的点到为止的设计 我觉得就非常好 当然了 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吐槽Diane的这根宽肩带啊 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啊 那如果我自己去买Diane呢 我很有可能会把这根宽肩带卖掉 或者是我使用的时候就不用这根宽肩带了 那这只小邮钗呢 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的这根长肩带是一根万能肩带啊 大家仔细看呢 你会发现 它这个肩带就是一根老花的肩带啊 那理论上是可以搭到任何一个LV的老花包包上面使用的 当然了 这个并不是它的优点啊 其实我们知道原始版本的这个Pushet Matisse 也是配了一根老花的肩带啊 那说到这个原始版本的这个Pushet Matisse 我又要吐槽了 就是那只大的反而要比这只小的小邮钗 要更便宜啊 便宜了300多美金啊 我就不明白了啊 这个小邮钗小了一圈 它仅仅是加了一根金链子就要贵 这么多啊 我觉得有一点点 智商税或者说收割韭菜的感觉 今天的最后一问题呢 来自这位朋友啊 他想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爱马仕的Garden Party啊 那我呢 也把这只包的一些简单信息整理了一下 放在表格里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那Garden Party这只包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就是在爱马仕所有的包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入门款啊 因为我觉得相比动辄七八千 然后呢再加上什么一比一配货甚至一比一点五配货的其他包包来讲啊 这只包在爱马仕的包里面真的算是性价比之王了啊 三千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只全皮的爱马仕包包 而且容量还不小啊 那他呢 有 其实他有更多的尺寸啊 但我这边呢 就放了两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30 一个是36啊 那这个30和36的意思呢 就是他的底边长度啊 30呢 我觉得会更加适合像160以下的姐妹们去使用啊 然后这个36呢 我觉得就是个子高一点的人拿在手里会更加的有气场 或者说比例更加好一点 那这只包啊 大家就是非常简单啊 可以从图片上面看出来啊 他的这个设计非常的简约啊 然后容量应该是非常大的啊 完全没有什么过多的啰哩啰嗦的这个点缀啊 非常适合一个日常的使用啊 这只包呢 其实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人用啊 我觉得年轻的朋友拿来用呢 会显得比较的精明干练啊 然后年纪长一点的朋友拿来使用呢 显得成熟稳重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爱马仕它比较出名的地方 就是它颜色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啊 挑选 前提是你能挑到啊 因为我知道现在这款包官网上面也一直都是受请状态啊 门店里面也不知道有没有啊 基本上就是壮大运啊 你可以去选择不同的颜色啊 来衬托自己不一样的心情啊 当然我知道如果入门要买的话 一般都是会去买金刚色嘛 像黑色呀 金棕色呀 或者是大象灰这样的颜色啊 那如果是一些跳脱的颜色呢 就会显得不那么像一个什么职业包啊 可能会更加的偏休闲一点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只包它设计非常的简单啊 然后呢 它可供选择的颜色也比较多啊 所以它是一只可正式可休闲的包啊 那另外说一点啊 它还有帆布的版本啊 这就见仁见智了 帆布版本呢 应该会更便宜一些 然后看上去呢也会更加的休闲一点啊 这就看大家各自的需要了 那这只包唯一的缺点呢 或者说唯二的缺点啊 第一个呢 就是它不能够肩背啊 它的这个手柄是比较短的啊 一般来讲就提在手里 或者是跨在手腕上啊 这是一个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没有脚钉的啊 就是没有底部四个脚 那你如果要放到一个平面上呢 要注意一下 这平面上是不是有水有油啊 以免对你的包造成一个伤害啊 当然了这两点其实我觉得也算是 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了 毕竟没有绞钉的包多了去了对吧 而且不能够肩背的包也多了去了 这就三千多买一个全皮的爱马仕 容量还不小 人家菜篮子还有两千多小三千的 你这要啥自行车呀 所以我觉得这只包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啊 你不要跟我杠啊 你可以能跟我说啊 我三千多可以买个别的品牌的啥啥啥 我说的蛮不错呢是指你喜欢爱马仕这个品牌 你想去体验一下爱马仕的品质 那我觉得这只包作为入门的爱马仕 真的是蛮不错的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脆西问答的全部内容了 我这期其实录的状态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因为我现在就是正在得新冠啊 慢慢康复当中啊 然后怎么得得新冠 然后有什么感觉 如果你们感兴趣呢 我可以以后再跟你们说啊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希望大家就是身体健康啊 不要去生病啊 我觉得不要说这个新冠到底是不是一个流感或者是感冒啊 但是生病总是一件不让人愉快的事情啊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这个留言评论啊 分享你们的看法 尤其是如果你刚好有上述任何一只包的啊 非常欢迎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使用体验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呢 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